哈喽大家好 看看这是啥 昨天去菜店里面摘了一些这个蒲公英 今天把它烤烤一下 等一下稍微晾一下就干掉了 因为这几天法国的天气不大好 所以我用锅里烤更快 你看 哇塞 我跟你们讲 他真的是穷哈的 他什么菜都能吃 野菜蒲公英 反正楼下只要看见菜的都 几乎都捡回来吃 那是你们小时候没吃过苦 你知道吗 有很多那个野菜也是很好的 像车芹草啊 像那个艾草啊之类的 都是挺好的 泡泡茶多好 有时候自己吃 有时候也送送给别人 然后也会炒菜做沙拉菜 然后有多的就拿来做成茶 那不但他自己吃 还要逼着我们吃 哪有那么夸张 也是太舒服了 逼着吃 他上火的时候我就叫他吃一下 因为蒲公英嘛 本来就有匿妙的功效嘛 还有车芹草 说到那个车芹草 我还真的是救过人的 你们信不信 有一次我们祖团去爬山 那有一个女的就是 肚子很难受很难受 然后他尿呢就一会 三分钟两分钟一次 三分钟两分钟一次 终一次有一个女的 然后也实在是没办法 然后肚子也痛 在他身上也没带啥药物嘛 我估计是他是尿道炎的 刚好旁边也有车芹草 好我呢就把那个车芹草搞一搞 然后让他生的就嚼进去吃了 哎过一会我真的就好了 哇他到现在都还很感谢我 他说那一次要不是你啊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啊他说 因为在路上然后又那么紧急 我就给他这样吃一下 所以车芹草还是有一定的功效的 还有好几次我就不意义说了 你们吃过车芹草啊蒲公英啊艾草之类的 有没有吃过呀 我们是一年到晚基本上都有 要不然就搞成茶要不然就 要不然做沙拉菜要不然做成 经常都做的 你们吃过了没有啊